有一对医生父子上午驾着轻航机出游 结果在台中还有彰化分源交界处 疑似因为故障迫降 在稻田里头两个人受伤 送医现场最新情况连线记者方平文 好的 主播观众 脱画面可以看到这台红色的轻航机 是迫降在稻田里面 您可以看到它的记忆是直接插在稻田上面 而且机头有撞击到地面 所以造成机头有出现凹陷的情况 当时在飞机上的是一对父子党 这个让儿子的他因为有腰椎受到挫伤 所以这个旁边的农民看到 是紧急赶快把家里面的门板 就拿出来来充当单架 把它放在上面固定住 等到消防队员来才紧急把它送到医院抢救 来听一下稻早目击者的这一段访问 那一段回忆记忆 游兵那里面 我只要抠 我抠不抠手了 我来打打球 我抠不抠了 打打在那里 我刚才在那里 不要 哎呦 我来打 我抠不抠了 我抠不抠了 打打打 要把你撞过来吗 对 哦 应该把你太害怕了 对 好那么整起意外是发生在早上大概十点多左右 我这个一名当医生的爸爸带着儿子开着清航机出来 没有想到这螺旋桨突然是失去动力之后 破降在稻田里面 我们重回到现场可以看到稻田中间还有一大块的凹槽 那么最后呢是有农民开着这个耕耘机才把这个飞机拖出稻田里面送走 那么其实当时这个飞机破降到这个稻田里面还造成了一名男士受伤哦 他有这个腰椎挫伤 所以最后还是紧急送到医院 还好是没有生命危险 以上现场经情况把时间镜头交回到台北棚内 好非常谢谢品文来告诉我们现场的最新连线情况 不过也要